了解品牌营销 然后还有跟数位行销的这个原力爆发 OK 我看现在你的那个逃离满天下 真的 在台湾 两岸在大陆 还有在东南亚 对 因为还有在澳洲 是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机缘 在海外发展呢 其实媒体的话 因为我们原本是 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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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媒体其实无所不在 是 是从电视电影广播杂志 然后到报纸 它都是属于媒体 那我本身我透过的媒体包含了书籍 然后之前有专栏 然后现在呢 Facebook的行销平台 这个社群平台也算是一个媒体 然后在上面做直播 然后再结合其他媒体 像是目前跟爱奇艺的奇秀直播合作 所以就是各种媒体的结合 然后去把内容传递出去 你看在腾讯他们的教室在教学 对 我们看到好多 像通常有时候你在网络教学的时候 也会像很多像屁板 我们的摄影棚里面也有 也有 对 非常专业啊 对谢谢 从你口中赞美 我们是觉得听得最开心 因为在一一人力行 我们在最近开拓了我们的这个直播棚 有直播有节目 摄影棚可以做很多种功能 为的就是让所有求职者 都可以在我们的频道上面啊 可以学习到能够为自己加薪的工具 对 所以我很荣幸在首播 首播主打的时候就被邀请过来 而且还给李大华民主持人来做访问 那是一定要的 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在政府方面 也觉得我们要来解决低薪的问题 但解决低薪要靠谁呢 其实真正来说我们在从旁边帮忙 但要靠自己 然后一一人力行也希望当你的靠山让你靠 那我们怎么样让大家能够加薪 就是请飘飘老师 请这么多的名师来教大家 增加自己数位行销的能力 因为现在好多的这个广告 其实我们看不管是投放预算 还是说广告族群 我们都在网路上面 而且网路上广告很有效 很踏实的一点就是说 他点开看过之后 才会计算他的投放的金额 对 所以说你广告费花的越多 就表示说你的效果越好 那怎么样让广告可以投放向我好 或者说也许我没有花钱 让很多人来点阅来看 对 飘飘老师就是专家了 对 可以从后面去解读出 哪一些内容是人家喜欢 然后再乘胜追击 是 那请你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的课程里面 你要教大家什么 今天我们会从品牌营销来做切入 然后从最开始怎么样去命名你的品牌 怎么去定位 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品牌 然后延续下去 是现在品牌行销真的很重要 对 所以有一切我们看到品牌 甚至你在阶段性方面 会比你的通路 甚至你的产品还要来的 必须要用力去经营 对 因为人家如果不认识你的品牌的时候 那大概所有其他做的都不会被看见 对 但是在经营品牌的同时 我们自己要加强的就是我们本身产品的内容 对不对 在这方面其实都是左脚右脚一步一驱 是 那今天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品牌要经营得好 那佩佩老师会教大家 那我们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你的身影 无所不在嘛 对 现在网路一打YouTube也找得到 优酷也找得到 对什么都找得到 是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多订阅我们的平台 然后多跟大家来交流 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数位行销课程 可以帮大家来上课 会 我们九月份就会开第一波的课程 是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锁定一下 OK 好 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交给佩佩老师来教大家 我们今天第一堂课 好 谢谢 谢谢大华 谢谢你 首先呢 今天要跟大家谈的就是品牌营销进行式的部分 在品牌营销呢 其实我自己个人就是一个很大的受惠者 因为从频道形象 频道的整个形象包装出发之后 我就开始呢 思考自己也是一个商品啊 我们也应该要好好把自己包装出去 所以不管说是个人 你要找工作 其实也是把自己当作一个商品行销出去 到小企业也是一样 我也是要把自己如何去行销出去 那到大的企业 甚至是政府机关 都一样可以去做一个好的品牌 那我们会从六个部分来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分享的是品牌好产品与好品牌的部分 那么为什么需要品牌营销呢 首先我想要问问大家看到下列的品牌 什么会是您的联想 像是统一 大同 苹果 小米 宾市 然后金门 花莲 BMW 3M Chanel 这几个 每一个呢 大家看到不同的品牌的时候 您会联想到什么 有的人想到统一 可能想到的是 7-11 无所不在 然后有可能会想到的是 它就是一个便利商店 也有可能想到的是 御饭团 很多的东西的结合 或者是呢 小米 没想到它就是好多好多的3C产品 原本可能只是手机 但是现在延续出来 有非常多的家电产品 非常低廉的价格就可以取得 而且服务的品质 以及产品的品质越来越提升 那在这个部分呢 其实品牌带给我们的就是 如果我能够做一个好的品牌 它是有延续效益的 也就是说 我好不容易成立了一家公司 然后开始做了我的商品 然后接下来推动我的商品 跟服务之后 那我怎么样能够 让人家延续下去 去看到我的产品 我的品牌 甚至进一步去认识它 然后接近它 持续来使用它 那这个就是好品牌 所需要做的事情 那么品牌营销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我今天先带来给大家看一个的就是 爱马仕这个品牌 那为什么跟大家分享 爱马仕这个品牌 主要它是一个非常 算是高端品牌的一个代表 那它的经营特色主要就是 在一开始它是做马具的 马具到了在第三代的接班人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它就发现说 我们可以生产非常好的马具 可是接下来交通工具可能转变了 如果我们在生产马具 就不会是未来的一个走向 所以它就开始思考说我们可以把我们这样很好的这个技术 把它研发到像我们的包包的生产 皮夹的生产 所以它就做了很重大的决定就是把这个原本生产马具相关的这些技术呢 延伸到个人的像是皮包皮件的这个生产 第二个呢就是它强调一件事情 商品呢全部一定要手工制作 然后保证它的品质 并且在这个手工制作的这个皮件上面 会刻上当时制作的这个师傅的名字 以方便未来如果这个皮件 它有出现状况的时候需要维修 它就可以呢透过这个标记来回到原来这个匠师 来继续来帮它做好这个内容 那这个呢因为它的品牌的坚持啊 一个是东西好 然后再来呢它的整个服务啊 品牌的服务还有品牌的形象很好 所以后来像很多的明星就非常喜欢这个品牌 甚至呢凯莉王妃啊就为他们设计了一个叫做 Kerry Bag 这个也是非常知名的一个皮包 然后呢也有其他女星来帮它设计特殊的款型 然后这些款式呢就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那除了要求的这个品质 还有在整个生产的过程以外呢 那爱马仕还做了什么 像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 每一个品牌它都会想说 哦我要做品牌 是不是就是logo 其实做品牌不是只有logo这件事情 那如果我们以logo来说的话 这个logo它会运用在哪里 可能它出现的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这个logo 爱马仕的logo它会包含了有马车的图案 它会有爱马仕的大写的 Hermes的这个字 还有呢 因应现在的潮流 它就一个单字H 这几个我们要怎么样放在不同的皮件上面 或者是在我们相关的商品上面露出呢 就做了很清楚的定义 像是马车的图案 就是在它代表它们的经典历史的一个象征 所以会出现在它们内部比较不显眼的位置里头出现 而大写的这个Hermes呢 则是像是手表 它的这个表面上面按钮上面 它会有一串的小字来代表 然后Hermes下面呢 也会有巴黎的字样 而H字形呢 这个夸张的H字形也是因应现在的趋势 logo其实不会是一成不变的 因为随着时代的潮流不同 大家也会发现每一个品牌 它们的logo可能都会有所调整 那像是这个H字形 就是因应logo这个品牌的流行风 名牌流行风 所以就把这个H的字形是用在像是 手表的表面造型啊 男女的拖鞋上面去使用 那延伸下来 从皮件的开发 它们的商品就分为了 有皮件、手表、香水 三个大项的部分 那它们还又做了什么事情呢 就是年度主题去传递品牌精神 这个也是一般 大家可能不会注意到 就是说我们可以用年度主题的方式来定义 像这样一个百年的品牌 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而且曾经做过的事情 那么我们怎么不重复 而且要让这个品牌形象非常根深蒂固的让大家来认识呢 所以从1987年开始 它们就开始每一年制定一个主题 以这个主题延伸 让它能够呢 出现在像譬如说它们整个商品的形象上面 然后商品的整个的广告 还有形象的内容都依据这个品牌的主题 年度主题来进行 那活动也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几年的一些品牌的这个风格 它们的进行的设定 像是2011年的年度主题就是 刹那极永恒 所以在这个海报的设计呢 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暂停的一个 凝结画面来表现这个爱马仕的不朽经典 然后还有呢 2012年则是以这个时间的礼物 所以看到这个摄影的这个整个品牌的形象的包装 就像是一个蝴蝶停留在树上 然后用它们经典的这个丝巾来表现整个画面风格 再来还有2013年则是运动人生 这个运动人生呢 则是整个动感的方式表现 然后不同的这个主题 它还在切分春夏和秋冬 像是这个是一个运动人生 在春夏的时候 它要表达的一个形象 那到了2014年则是蜕变 蜕变这个主题 第一个部分它们表达的是 缔造爱马仕传奇 那在这个部分呢 它们就请了摄影师汉斯西维斯特 来带大家到了这个巴黎岛的乐带雨林 来拍摄这种充满款野的气氛的形象照片 而到了这个蜕变 再到了秋冬的时候呢 它们就延续这个系列的主题 以大自然的光影来创造这种视觉的效果 所以在蜕变这个主题呢 它在年度上面 它又分了春夏跟秋冬来做广告的形象呈现 那爱马仕还做了什么 在它们的品牌服务上面呢 第一个就是呢把钱花在服务顶尖客户 大家应该会发现其实有蛮多的名牌 它们并没有特别在找明星代言 或者是呢有一些名牌啊 它到底是怎么行销可以让它们的客户 持续的回流去购买它们的商品呢 所以这个爱马仕它们所做的就是 它的行销预算它是花在这个年度的主题活动 像我刚刚说的年度的主题已经定义了以后 然后接下来它们会办这个展览或者是活动 而展览和活动呢 主要就是发消息通知给它们的忠实顾客 而这些忠实顾客就觉得自己有VIP的等级 被品牌受到重视 所以就会去参加它们的活动情况下 然后再持续的回流购买它们的产品 那第二个策略就是把心放在感动员工上面 因为其实服务这些高端客户的员工 他们很重要的就是能不能够了解 他们的客户所想的 所以他们让员工能够了解高端客户的方式呢 就是他做了一些员工训练 譬如说到巴黎铁塔的最顶端的餐厅 让员工也了解他们的客户也是享受这样子的生活以及服务 所以他们在员工服务客户的时候 他就更了解这些顶级客户他们所受到的待遇 然后以及呢 其实他们的员工的低流动性 也可以让他们的业绩很好 因为通常我们回去希望找到的是原来服务我们的人 而且这个服务我们的人 他是最了解我们的需求 所以把心放在感动员工上面就是他主要在做的第二件事情 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用手工打造 我们刚刚有讲到呢 手工打造是他们的一个主要的特色 所以他持续在经营这个部分 一直坚持要用手工的方式来制造他们的商品 并且呢用他们的匠师科技他们的名字 能够让他的商品维持一直的独特性 那么客户也会觉得我所拿到的包包是独特的 而在这个部分呢又带来了什么呢 所以有很多人是用定制 他们的订单呢是先接到明年后年 你可能要等这个包包等到一年两年之后 才能拿到这个手工定制的包包 这个也创造了这个品牌的尊容性 所以这个皮件啊 丝巾啊 瓷器都没有假手他人 都是以他们自己手工进行小量的生产方式来进行制作的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品牌命名与推广 品牌命名 有没有想过品牌要如何进行命名呢 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其实就在想说 如果大家想说 哎蔡雅琪老师今天上过课以后可能明后天就忘记了 甚至我可能上过了几十小时的课程 大家还是忘记曾经给蔡雅琪老师上过课 可是如果我想了一个名字是比较好记 然后大家也清楚他的品牌中心的思想的时候 那或许未来十年二十年后大家也会想到说 我曾经上过票票老师的一堂课 所以命名非常重要 命名呢 我会命名票票老师主要就是希望透过设计 可以传递出这个世界是非常美好的 透过设计可以改变世界 所以延续下来就取名了票票老师 而现在大家听到票票老师会想到什么呢 像我们刚刚简报里头提到了 你可能想到他曾经帮我上过课 他出过书我买过他的书 他可能是一家公司的负责人 或者是他是一个协会的理事长 这些都代表我 这些都代表了票票老师这个品牌 所以品牌不是只是这个名字 品牌呢 它代表的是全面性的一个内容 那当然命名就很重要了 命名之后呢 如果我们要达到我们所说的这个数位行销的爆发力的话 我就要让他在不同的地方都可以出现 像是我们在YouTube上面就成立了频道 然后播放了影片 然后有更多新的内容 也会都到各个社群平台去录出 像是Facebook 持续的去经营每天的po文 然后呢出版的著作 然后以及呢上的课程 结合的行销内容 做的专栏 还有呢贴图 然后跟其他的单位合作的时候 这个名字都会不断的在各个地方出现 所以累积下来 只要打票票老师 我相信在这个网路上面 不太会找到其他的人是票票老师了 那这个呢是完全没有花一毛钱去做关键字哦 它就可以达到这个效益 所以在这个你的品牌创造出来以后 开始思考把这个品牌的关键字 不断的在各个平台上面露出 是非常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想个适合的形象 我给大家看到的就是票票老师的 这个是1.0 然后有一个公仔形象是2.0 然后接下来到了就是3.0的部分 在不同的时期 我们刚刚有提到 不同的时期 我们的logo可能会不一样 而不同的时期 我们的这个形象公仔 吉祥物 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变化 在一开始2009年 我开始创造票票老师这个品牌的时候 其实我就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公仔的形象 也就是以我的样貌 画出一个跟我样貌相似的图像 然后用它呢 在我的著作上面出现 然后也可以代表是我的分身 那接下来呢 LINE变成大家非常习惯使用的一个工具之后 那时候我是想要把这个形象变成贴图的 那在转变的过程中 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我觉得它一点都不可爱 我一点自己都不想要在贴图里头跟人家聊天 然后用这个图像 所以就开始思考 我们要更简洁 更Q版 然后更让人家能够亲近和喜欢它 所以就把我的睫毛的特色 还有我很喜欢笑的这个特质 以及希望传递这个世界非常美好的这个气氛 放在这个角色里头 然后也希望透过设计改变世界 所以在头上带了两朵牡丹 然后代表透过设计可以创造出很多的可能性 那这样设计以后呢 这个形象就变得更可爱 也更让人家容易去接受 而创造了这个形象 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 也是一样 要开始延伸在各个领域的应用 像是我们曾经举办过的活动 为影片的制作征集 然后我们在这个活动里头 就授权大家可以使用这些角色 另外像是我们过节 圣诞节啊 万圣节啊 新年要发的红包啊 都可以把它幻化出来 变成我们整个延伸的应用 然后我曾经呢 做过这个乌克莉莉 也有学生问我说 佩洛老师这个乌克莉莉买得到吗 这个乌克莉莉呢 是完全就是用佩洛老师的形象创作出来 包含我自己的车子 我也把这些公仔的形象放在上面 然后当时也受到了 宾市smart的汽车的专访 那这个呢 都是延伸出来的应用 然后还有呢 就是像是我们每一个年 过年的时候呢 会做这个过年的形象影片 来恭贺新年快乐 也是让这个主角不断的出现 海报啊 banner啊 延伸的制作 也同样的一直延续出去 那在推广上面呢 可以做什么事情 我们刚刚讲了 延伸在我们平常 各个会运用到的周边以外 那我做的这个贴图 我们来做推广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延伸进行呢 首先呢 拍了很多跟它相关的形象图像 然后延伸的 有包含了著作 还有像是包包 然后公仔 然后贴图 贴图呢 是一个最好的行销工具了 透过贴图呢 大家可以更亲近我们 所以呢 我们延续可以生产出 各种不同形式的贴图 然后让大家在生活中就可以接触到它 所以各个品牌 它其实都可以来创造一组贴图 让大家来亲近我们的品牌 那像是这个放假的这个贴图 就是很多人喜欢运用的 因为其实一年到头都有放假 那只要过到假期的时候 这个贴图就会有人在群组里头 或者是互相问候的时候使用 也因此呢 所以如果做的是放假的贴图 是一个非常好用 也是非常适合各个品牌使用的贴图 那文创周边呢 像我们今天的抽奖呢 就会提供的就是 票票老师文创周边的这个纸娃娃贴 那我们生产了非常多的周边 包含了手机壳 徽章 T恤 包包 然后还有像是公仔 然后像是这个币贴 捷运卡贴等等 那这些呢 也就是让我们的形象 能够在大家的生活中出现 让用更亲近的方式 跟大家的生活中出现 如果用一张票票老师的照片 然后 这样感觉很像偶像明星 它没有那么亲近 很喜欢我的人 可能希望有我的照片 可是呢 运用这个公仔形象 它代表了我的分身 它代表了我们这个品牌 所以呢 在接触大家的时候 就不会觉得说 如果我手上拿的是一个 票票老师照片的杯子 可是换成是一个公仔形象的杯子 它就更亲近大家了 那再来还有呢 就是我们要延伸制作 刚刚有说在各个地方出现以外呢 接下来就是延伸到 像是我们做了有各个国家的票票 然后以及各个童话故事的票票 各种节庆的票票 那么在各个不同的时期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拿出来进行应用 然后以及创意的纸娃娃贴的方式 让大家可以自己动手 来拼贴出自己喜欢的票票 那这个也跟贴图来做结合 所以在贴图里头 也一样可以用到这一组的形象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品牌的概念养成部分 前面跟大家说明了品牌的好处 然后我如何去做品牌以外呢 那其实品牌它是有脉络可循 不是我自己随便这样子可以去进行的 我们品牌概念养成 首先要想到的是 到底什么是品牌 在传统品牌来说 主要的就是诉求品质 我们的产品生产出来 当然希望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用的 所以以品质来说 它有品质上的特色 然后希望大家都可以买它 所以物联价美 然后希望很多人买它 所以是一个规模经济 然后跟人家有什么差异 然后有大量的通路都可以接触到它 再来像是有的品牌就开始打广告啊 让大家可以看到它知名度去提升 这是一般传统品牌在做的事情 而现在品牌呢 会经营哪些部分 在现在品牌来说呢 第一个我们要提再跟大家说的就是 这个品牌它的理念以及文化是什么 像是我们在第一张投影片问到大家的 苹果呢 它已经是把这个理念和文化 升值在每个人的心中了 所以粉丝们所去追求的不一定是它这个产品 在同样的这个等级的产品 或者同样价格的产品 买其他的品牌 可能买到的这个品牌的这个产品呢 它是更好的功能 更好的硬体 可是呢 因为它的品牌价值 所以大家认同的是 苹果给人家这个形象 它的文化 它的整个服务 所以呢 这个现代品牌 它还要经营的就是它的理念 以及它的形象的部分 那再来还有一个被欣赏的价值 以及呢 有的是量产 有的是做限量 譬如说 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苹果 它在一开始可能这个手机是这些颜色 可是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 它就出某款颜色 或者是有限量的色彩 让我们可以去选购 那有些人就会被限量被吸引 所以他就会思考说 那我要买这个限量的 这个是精品 我要把它保留下来 别人未来呢 可能会用更高的价格来跟我采购进来 然后再来还有 功能的差异 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以及呢 我们的通路会要求更好的地方去出现 品牌在哪里出现 它会给人家不同的印象 如果我今天的内容 我的产品 出现在Seven 出现在大润发 出现在成品 出现在星光三月 出现在三创 在这不同的通路 给人家感受到的形象 还有对这个品牌的这个价值 也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品牌定位的时候 就会思考 我们的群众在哪里 我希望给人家什么样子的感受 而出现在不同的通路上面 以及更要求了偏好的部分 那在品牌的价值主张呢 品牌的价值主张会包含了 这个产品的成分属性 耐不耐用 可不可靠 容不容易维修 它的整个外观 让人家看到的样貌 以及它是不是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而在使用者的部分呢 包含了使用者是哪一种人 它在购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情境 它的价值主张 或者它有没有传统跟历史的部分 那我们来看一下品牌识别吧 在品牌识别 它包含了几个部分 从最小的logo 然后一直到 我们对它的这个品牌的定义 然后到整个大的这个品牌 它不是只是一个CIS企业的识别标示 它也不是只是一个身份 也不是只是一个产品 这个是整个品牌识别的部分 而品牌识别我们会看到 它是代表了我们外部的这个消费者 譬如说人对于这个品牌的印象 或者是组织对于品牌的想法 还有我提供的产品跟服务 以及我们在跟人家接触到的 包含了logo 以及各个的识别的符号 像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吉祥物 它都能够代表了我们品牌的识别 所以品牌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 有的人会觉得说 品牌 我觉得我的品牌就是一个高价品牌 我的品牌就是一个奢华品牌 不是这样 也许你觉得是 但是你经营出来的别人觉得不是 那就有一个品牌上的落差 所以在品牌识别呢 它包含了几个部分 从最中心的logo到视觉上的定义 包含了视觉上的形象排版 使用的字形色彩 然后以及呢 在整个品牌出现的地方 包含了我们空间 我们的服务人员 服务人员所穿的衣服 还有在整个商业上面出现的这个形象 它都包含了在品牌识别里头 那品牌识别会从哪里而来呢 从产品 像是冰淇淋 Visa信用卡 汤圆 牛奶 这个是在产品类别上面的出现 产品的属性也是会结合的 像是服务 我们刚刚讲 7-11提供了很方便的服务 就像我们的邻居一样 还有呢 像是班尼顿给人家感受到的就是颜色 以及呢 这个品牌是跟高价值 也就是说这个产品它是以高品质 高价值感来做结合 或者是它的用途 像我们看到的是有像刮胡刀 它是让男人拥有最好的吉利刮胡刀 还有星巴克的咖啡是高品质 高价值感的一个咖啡内容 还有呢 运动员他要补充体力的时候他会用的饮料 是他跟产品用途来做结合 然后品牌呢跟产品结合的还包含了产品的使用者 哪一个使用者来代言来使用它 这个也会让我们跟产品使用者来结合 这个品牌的商品是从哪一个生产地生产出来的 也会让我们对这个品牌有品牌识别的印象 再来品牌也是一个企业 品牌的跟企业相关的包含了企业是属于一个 创新强调服务品质水准 或者是他很重视环保 这些都是从我们企业里头的员工 文化价值观 然后以及企业里头去做计划 共同去创作出来的 所以在定义这个品牌的价值的时候 品牌的识别 也许高层或者是主管 他们有想法 可是员工也对于自己本身有想法 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做内部的活动调查 让大家的这些资讯 能够统整出来之后 再真正落实到 我们去进行品牌识别的动作 那品牌也是人哦 其实品牌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让票票老师每天出现在你生活之中一样 所以品牌它也是有个性的 我们对于一个品牌的接触 不同的老师 大家有不同的想法 可能大家觉得 佩佩老师是一个很活泼 很青春 然后勇于尝试新事物的一个老师 他这个品牌给人家的这个形象 或者是呢 冰淇淋 这个冰淇淋让人家的感受 它的个性是什么 这个可以透过像是广告的形象 让人家去感受出来 这个品牌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个性 品牌也是符号 像我们刚刚讲到的logo 形象的标志 或者是吉祥物的形象标志 而这些logo呢 都会依据不同的时间去做变化 品牌也是个性的表现 品牌个性呢 是1970年以来 就是一直都是广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焦点 因为建立品牌个性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如果我们要去让人家对我们品牌 感受到他的个性的话 有的品牌他就会找代言人 因为这个代言人跟我的品牌 如果是相符的个性 他就可以传递出我品牌 想要表达的个性 像是可乐 他们就 百事可乐就常常找代言人 让人家去传递出 这个品牌的个性 跟这个代言人 他同样的一个感受 这台品牌也是一个文化 文化呢 是一个价值的系统 就像我们种族或者是国家 有一个独特的文化的传统 这个文化呢 也可以让我们的品牌的记号 刚刚讲的产品跟沟通的这些 可以去建立一个基本原则 我们看到很多大的品牌 像是麦当劳 可口可乐 IBM 这些他都有文化 在上面去让我们感受到 他是属于美国的 而宾室呢 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 德国的传统工艺 那各个不同的品牌 他跟文化也都会有结合 再来品牌也是一种关系 代表我们人们交换和交易的一个重要工具 主要对于服务业和零售业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像Nike呢 提供的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关系 他感受到的就是刺激运动 然后这个以Just Do It 这样子的一个slogan 让他的品牌的关系 能够去做传递 那品牌也是一种反射 它是消费者的反射 像是不同的车是不同的人开 我会认同我去开某一样 某一个牌子的车 代表它也是代表我的个性 我会用某一个品牌的手机 也代表了品牌反射了我自己的某种的特质 这个就是品牌是反射的很重要的部分 那品牌也是一个自我形象 在自我形象呢 就刚刚说的 它反射了消费者 它自我的形象也代表消费者的内在 它也代表了消费者内在 跟这个品牌相处的关系 譬如说我喜欢穿某一个品牌的运动鞋 它也代表了我内在 我可能想要传递的 像是一般人可能看到老师 他应该是穿的 是套装吗 还是说他穿的像我是牛仔裤 T恤衬衫 这一种它都代表是我一个 自我形象内部的一个传递 品牌也是一个政策的阶段 包含了跟社会伦理政治议题 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环保这一些 都是有去做结合的 所以如果我们品牌特别强调 某一些议题的时候 它也会让我们的品牌的形象 品牌的识别更加的鲜明 那么执行品牌的识别策略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先评估一下 品牌的目前的状况 像是我们如果是刚刚开始 全新的品牌要做 我们可以先识别测验一下 做一下我们的品牌的体检 免得呢就是在市场上遭遇挫折 所以透过这个品牌的评估现况的这个阶段 来了解我们这个品牌目前的状态 来进行识别之后的策略的话 这会对于我们来说更加的能够进步 那在品牌识别里头有八个纲领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第一个就是不要顾不自封 因为其实时代不断的在变化 而且现在时代变化非常的快速 所以呢我们不要以几个字来代表我们的品牌的识别 我们的品牌呢 其实不是只用几个字就可以代表的 我们可以来思考代表这个品牌的各个不同的词句 然后来透过这个词句的定义来确认 是不是真的是我们要做的品牌识别 另外还可以把我们的品牌更大的功能利益来做结合 像很多的汽车啊 他们在强调的就是我们的内部空间的宽敞度 它可不可以跟这些很好的一个设计下面 然后让这个空间可以达到更好 然后以及有的品牌他强调的就是驾驶 驾驶性和安全性 那这些呢都是跟我们强大的功能利益来做结合的部分 再来还有就是运用适合还有有用的架构的要素 然后忽略其他的 如果我要强调的特质太多 可能大家会不清楚我们的品牌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以某部分的特质 想要特别强调的特质来去做诉求 然后强打这个特质给大家的印象 并且呢要运用建立有用的这个架构要素 然后忽略了这些其他的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 可不可以让人家信赖啊 可不可以鼓舞到大家 还有呢跟顾客有没有共鸣啊 这个特质对于这个品牌 有没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要素来检验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要素内容 再来还有激荡出深入的顾客观点 在消费者购买产品以后我们可以进行访谈 去了解对于我们的商品的一个印象 跟我们自己本身对我们商品的印象是不是一样的 那这个包含了有原型的研究 可以去了解到品牌的感情跟使用者的经验 它有没有相连结 然后去研究我们的品牌 可不可以让顾客产生忠实 然后持续去使用它变成我们的忠实客户 再来也有了解竞争对手 因为其实我们非常多的这些服务或者是商品 在市场上一定有竞争对手 我们要做出跟竞争对手的差异性 一方面呢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品牌的识别 以及品牌的特色 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透过观察 了解竞争对手去做我们的定位 然后分析他们过去以及现在的定位 来进行我们自己品牌识别 以及品牌的策略 那也要容许不同的品牌识别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爱马仕 它的logo在出现的时候 有几种不同出现的方式 也定义在不同的出现的商品上面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容许 我们的品牌有不同的识别 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地方 然后以及让品牌识别来推动整个执行的步骤 原本负责执行的人和组织啊 来就是比如说这个商品的开发是哪些人来负责的 或是哪一个组织来负责的 让他们来参与这个品牌识别的整个过程 他们就可以来创造一些他们原始对于这个品牌的产品研发出来的想法来进行沟通 然后灌注他们的这些识别的想法内容在我们的品牌策略里面 然后并且还有精心打造的品牌识别 这么辛苦的创造出我们的商品 这么辛苦的来经营我们的品牌 当然我们的品牌识别就要精心来打造 现在的打造包含了像是录影带的制作 影片的制作 书刊的制作 品牌手册的制作 还有呢 用故事性的方式来包装我们的品牌 然后以及呢 如果我们的品牌已经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 我们还会去卷土重来 再去创新这个品牌的价值 那在品牌的发展阶段有哪一些呢 我们看到的是品牌发展的三步骤 三步骤包含了 第一个品牌1.0 1.0会从大家一开始创立品牌会想 我的名字要叫什么 我要做名片跟人家去接触 我们要有网站来跟我们的客户 让客户了解我们的服务 我的logo 我的标语 还有我们公司的简介 产品的行录 跟我的商标是否要去注册 到了2.0呢 就开始思考 我的品牌要怎么扩散延伸出去 那么扩散延伸出去的时候 它可能在通路上面 它就有视觉的规范 它要去到哪里 或许呢 是东南亚 去到亚洲 还是呢 要去到哪一个城市 然后再来还有产品的设计 以及呢 要不要去比赛 有蛮多的产品呢 他们都会选择参赛的方式 提升品牌的价值以外 也增加了曝光度 然后整体的形象包装 以及呢 是不是给媒体有报导 以及展览的部分 再接下来到了品牌3.0 品牌3.0的时候呢 就会思考的就是 我们要来把品牌做优化 logo和slogan 是不是还要更优化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像是星巴克 或者是7-11 他们都有在做优化的动作 在之前可能是open奖 然后现在更强调的是 更方便 您亲切的好邻居 他就在你身边的服务 这都是在优化这个品牌 给顾客的价值 然后广告公关 研讨会 然后全球的一个展览活动 让更多人能够接触到这个品牌 那么在品牌发展阶段 可以看到的 从最基础 金字塔下端的就是 我们一开始成立的品牌 到第二个阶段 我们会做更好的品牌 然后优质的 然后以及 在这个整个竞争里头 变成领导 然后变成到奢华品牌 但不是每一个品牌 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进步阶段 因为有的品牌 它可能会是做到优质 然后有的品牌 它是做到领导 它不见得会跨到奢华品牌 因为奢华品牌是属于 像我们刚刚提到的爱马仕 它不是属于一种 大规模的生意 它服务的是金字塔顶端的客户 他们全部都是用手工制作 所以它会有一定的限制性 所以它会跟艺术比较相关 可是领导品牌 它会是在于 整个市场里头 同样价值内容的品牌里头 它产生了 它在这个里面的一个领导的地位 那能够做到领导品牌 主要都要有特别的形象 还有它的服务品质 都是优良以及高品质的服务 那在台湾定义品牌呢 主要就是从下面看到的 小型企业是八千万以下营业额 这是地方品牌 区域品牌则是八千万到两亿 而国际品牌则是二十二亿以上中大型的企业 品牌策略的部分包含了几个部分 包含了品牌定位 品牌系统 还有品牌识别 那在定位上面呢 可以先区分出来 我们在整个市场上面 我们想要诉求的是哪一个类型 在产品的定位 又会是哪一些我们特别要诉求的 然后在品牌的定位 是属于现代传统高阶低阶 可以依据我们想要定义的内容 在这个上面 画出我们品牌定位的 这一些所在的位置 然后再区别出竞争品牌所在的位置之后 进行准确的定位 那一般来说 也可以运用现在这一个说明 就是品牌价值的定位陈述 我们可以自己说明一段 针对什么什么人事 我们品牌是提供什么样的利益 来满足了什么需求 因为我们有什么的证明以及支持 那么我们要建立的品牌到底是什么呢 先想一想 是企业的B2B 还是B2B2C 或者是产品B2C的方式 所以在品牌的四个面向 包含了我刚刚说到的人 产品组织视觉 它会切分成斜线的这个方式 也就是产品跟视觉是属于B2B的 我们B2B的方式主要就是要把我的产品做好 我的视觉做好 让我们另外一个B呢 能够很好的行销推广出去 而如果我是做B2C的生意的话 我们要思考的是 我们的消费者 我们的顾客 对于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组织 对于我们的顾客的感受 所以会切分成这个四个面向的一个划分 那接下来就是要结合社群去做行销 其实结合社群平台做行销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目前有哪一些平台可以去做社群呢 前面刚刚在访问的时候提到 其实现在的媒体非常多 而自媒体的部分呢 包含了像是Facebook YouTube 然后Live at也算是一个自媒体 如果我要跨领域的话 我们就要思考到 像是如果我的市场是在大陆 那我们就会思考到大陆的平台去开发 我当初思考的时候就是 整个华人区都会是属于 我可以服务的教育内容的区域 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成立了微博 然后接下来成立了优酷 那成立这些有什么好处呢 越早去成立 人家对于你品牌的信赖度越高 而越早去成立的时候呢 像我们接下来在2016年17年 开始展开跟大陆的合作 它就变得更加容易了 那目前看到的就是 漂漂亮老师呢 有在Facebook上面 那Facebook就运用到了 他的图片、影片 相关的这些功能 以及每天的po文 然后再来还有微博 那给大家看到呢 也会发现说 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的po的内容 可能也会有一些些不同 那在微博的部分呢 主要经营就是让大陆的朋友 可以看得到 那这样子我们未来要跟大陆的学生 或者是大陆的企业去做合作的时候 他对我们的品牌有一定的信任度 然后再来看到就是 现在年轻人很喜欢用的IG 那IG上面由于是诉求图片 所以呢 在IG上面的图片 就跟粉丝团上面的图片 就不一样了 在IG上面的po文的方式 也会跟在Facebook 或者是微博上面的po文方式 是不一样的 另外刚刚提到的YouTube YouTube是影片的形式 我们会把所有曾经做过的直播 影片的内容放到YouTube上面 而透过这个传递 有的朋友 他就是透过YouTube 再点到Facebook 或者是购买了书籍 然后还有优酷 像是我们之前做的直播 很多的这个大陆的朋友 他就是透过优酷的直播 看到我们曾经做过的APP 或者是开箱这些内容 然后去认识到 原来有一些新的技术 新的产品 新的趋势 那么到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内容 跟大家来分享 如何做一个好品牌 那如何要做一个好品牌呢 主要就是我们要取个好名字 要做要找到好的定位 也要选对市场 并且要创造具竞争力的价值 还有呢 要注重顾客的体验 持续小量的进行曝光 然后有创意的去讲我们的品牌故事 如果有实力或者是正能 那是最好的 然后忠诚的这一些顾客建立起来 然后选对通路去铺 铺我们的货品 还有价值 价格是跟我们的价值同等的去做延伸的 那不能做什么呢 不一定是要代言人跟广告 尤其现在这个时代 我们其实呢 可以透过社群的这个平台 可以做非常多的结合穿插的运用 那也不是只有产品好就好 因为产品好 它其实是可以让买到我们产品的人 它可以有第二次第三次忠实的这样子的消费 但是如果我们把品牌形象建立好的话 还有品牌的这个特色特质建立好 它会延续到的效益可能到了百年以上 那也不要只是追求知名度 然后花大钱 然后认为网路就是万灵单 然后也不要有头无尾的 像去投资这种广告 在行销预算上面 可以以整年的行销预算 然后平均的去分配 想要着重的地方 然后也不是价格高 或者是有人去帮我们代理 然后只要一片成名的方式 也不是只是把品牌当作一个行销工具而已 那最后的阶段呢 就是我跟大家来互动了 不知道今天呢 听了差不多一小时的课程 有没有朋友是有要跟我互动 可以透过留言 我们可以问问题 然后我们最后还有抽奖 好的 谢谢飘洋老师精彩的分享 然后我们这边有先抽到一个 网友先生的询问 他有说就是关于在品牌的诉求 是否只要放置在要点上 让消费者容易固定呢 这个是一个蛮重要的 就是说我们到底先找出自己要诉求的那个要点是什么 可能你要诉求的要点有五个十个 然后再把它精致到三个两个 让人家能够非常的清楚我们品牌的特色 而把它精简到三个两个呢 也不是说我们自己单纯的去定义 刚刚前面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有提到 其实也可以透过反弹的方式 透过已经消费使用过我们产品的客户去访谈了解他们的想法 来定义出是不是正确我们要的这个品牌诉求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哦 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就是消费者他觉得他策略了新的品牌 可是他可能品牌一开始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费用 或是金钱的上面的预算 那在这个时候 那位老师会建议说他们先从做销售或是做口碑这样的行销开始 还是一样就是从一开始的品牌建立就是很重要的吗 品牌建立这件事情呢 它是持续的工作 其实就是从我们开始要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开始做了 那么投入的资源多寡 当然要根据我们自己本身所有的资源来定义 一开始如果资源没有很多的时候 像我刚刚开始成立这个品牌 漂漂亮是这个品牌 其实是一个人开始独立打造 然后一直到现在这个阶段 有工作室有团队 那么一开始比较没有资源呢 就是花时间没有预算花时间 那我们花时间的方式 现在可以透过网路社群 所以我才会特别在这一个小时的内容里头 穿插了结合社群平台 这个社群平台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一定要花大钱找代言人拍广告 然后我们要在我们传统的这些媒体上录出 现在我们透过社群平台 我们就可以自己创造自媒体的内容 所以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比如说每天持续的小量po文 或者是po图片 或者是自己思考如何去拍影片的方式 去宣传我们的产品内容服务 这些都是一个可以就是在 刚开始阶段的时候可以投入资源的方式 而这个建立也可以延续说 我们刚刚提到你的品牌可信任度 也就是我真的认真想要做好这个品牌 而这个品牌是从这个时间点就开始了 谢谢我们的网友的提问 都不是我们原本预先设想的 代表真的大家是有认真在听课 有蛮多就是不同的层面的问题 实体上会遇到操作上的问题 那开一点是就是 刚刚开开老师有说到就是受众 在品牌建议的时候受众说了算 那在在品牌推广前 我们要怎么去判定说我们的 比如说品牌的命名啊 然后这样的品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 要有没有什么辅助的方式 或是工具可以让我们再去往前先 可以知道这件事 在如果还没有命名的话 其实是可以先去做这个消费者 或者是使用者的一个这种品牌的 这个调查小组的方式 我们一般做品牌的时候 譬如说我今天我做的是运动饮料好了 那运动饮料其实在市场上 已经有非常多竞争品牌了 那我们就可以去观察 在购买这些运动饮料的这些消费者 他是属于什么族群 那有哪一些的这个他们的需求 是没有被满足到的 那我就可以来开始切入这个点 来做我们品牌的这个定位 还有我们品牌的命名 或者是我们品牌的策略 那我的商品很好 或许呢 我们本来有想要诉求的东西 诉求的内容 诉求的价值 然后再结合了 刚刚说到的品牌调查小组 发现了原来在市场上这些竞争品牌 它有未被满足的需求 把它结合以后 那做我们的品牌的一个命名定位 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的 好 谢谢老师非常精彩的 那现在还有一点点的时间 那如果还有消费者想要询问的话 可以现在赶快就是在 可以在上面留言 多一点互动多一点留言 对 这边我们提到的就是品牌精神跟slogan 可以从下面几个面向来思考 我们的品牌是产品 我们的品牌是企业 品牌也是人 品牌也是符号 品牌也是个性 品牌是文化 是关系 是反射 是自我形象 它也是政策阶段 来开始思考 我们的品牌精神跟slogan 好的 谢谢老师在补充的分享 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进行 我们就是最后一个阶段的 最开心的抽奖了吗 所以最后30秒也会分享哦 哦 对 大家也欢迎可以分享我们的直播出去 然后如果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 一一人力银行这个直播下面留言 然后或者是呢 到特派老师的粉丝团 留讯息给我 我都会亲自回答给大家 好的 那我们这次抽出10位 抽出10位 对 是纸娃娃贴 是纸娃娃贴 也是有 这是有参加的人 好 好那我们开始开一下哦 哦好 哎呀 好 好兴奋啊 嗯 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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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抽出了 目前是6、9位 然后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 在这边跟我们留言 然后去做出名 那这边可以看到我们的 Larry 然后 赛秀莲 杜凯蒂 Vicky 余杰 小梅 小文 小文 菲莉 海青 秀玲 好 谢谢 哦 谢谢大家 能够抽到 精美的赠品 哈哈 所以飘飘老师的纸娃娃贴 好了 嗯 好 那我自己本身呢 其实对教育有非常大的热情 所以我希望透过教育能够改变世界 也可以透过设计改变世界 那如果大家呢 喜欢贴图 喜欢 网路的内容 喜欢品牌 喜欢视觉设计 喜欢影音创作 喜欢直播 都可以来关注 一一能力银行的课程 也可以来关注 飘飘老师 我们接下来呢 像飘飘老师每周三晚上的 八点半到九点半 在爱奇艺的奇秀直播上面 有直播的节目 也欢迎能够呢 持续的来追踪 今天马票的妈的节目内容 谢谢